太棒了 它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叫温泉的声音 第二个特色叫春风的声音 各有一首唐诗 来了 齐尔恭听 三十年他为了报偿你 他想了唐诗想三十年 温泉的声音就是 就是杨贵妃出狱的 那一个画面 之前来之后啊 好 所以白句译的是 温泉水滑洗凝之 听华健的歌 就像泡温泉一样 好舒放 好舒服 然后他的声音又滑又亮 好像洗凝之一样 然后第二个特色叫春风 春风是李白的诗 叫做春风俯瞰陆华农 那么巧啊 最后我要说 华健一个特色 他就是国民天王 跟情歌的鼻祖 注意鼻祖 就是华健的特色 鼻祖 鼻 华健的声音的鼻音太迷人了 谢谢 感觉这一辈子都在鼻窦炎当中 哈哈哈哈 当年呢 华健呢被他请到焦大去演出 人家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回到下 他走了 他觉得从六号门走到一号门是怎样不能的 是我是很亲切的人 就是我觉得是一号 哦 我跟你讲一开始那一句哪里唱不好了 一开始那一句我觉得就特别亮耳朵 讨极了 对 完全有那个鼻腔共鸣里面像隧道一样伸长 对啊 多长的鼻子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是大象吗 你看周华健的声音你可以模仿技巧 你模仿不了他那个鼻腔的深邃 你的意思华健是大象吗 哈哈哈哈 鼻子一样的隧道的一样伸长 那不是大象吗 那里面应该是四度空间 就他的鼻子不长 但是呢隧道很长 我真的觉得一号只要一出声 不管后面几个人重唱 只要一号一出来你会觉得那个嗯嗯的 老婆我跟你讲老婆真的对不起 这件事情我我必须要打断你 我不相信 不可能因为华健刚刚有出声对不对 我已经知道他有几号 华健你出个声 华健 你好 你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你在几号 对 哈哈哈哈 老套 你以为他啥 老套